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网络道 我是你的网络 网络带西Daisy 大家好 是你们的萌萌西文子 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来说 我来说 那我们来划拳 谁以外 谁宣布 好 石头剪刀副 耶 我赢了 我赢了 怎么不算呀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也是我们来划拳新的榜单 名字叫黄金配角 没错 电视期天的小朋友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王伯报这个星期 又将宣布一个新的榜单 名字叫做黄金配角 小朋友们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以后 是不是觉得每一部里面 都有几个配角 让人难以忘怀呢 所以我们王伯报的导演们 经过多方考察和搜集 终于给大家打造出一份黄金榜单了 我们榜单分为人物组和动物组 大家敬请期待吧 但是我们先播哪一种啊 我们还是先播人物的吧 为什么呀 因为动物组的太多了 好吧 今天第一个上版的是 黄金配角之仙道章 相信挂篮高手这部动画片 各位小朋友一定都知道了 它是一部以高中篮球为题材的动画作品 片中天赋异禀的櫻木花道 和英俊帅气的刘川峰 大家肯定也都非常熟悉了 不过今天我们既然说的是黄金配角 那要说的就肯定不是他们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人气配角仙道章 这位挂篮高手里配角中的主角仙道 是林南队的王牌 是神奈川地区数一数二的篮球高手 得分能力很强 几乎是全方位的一个选手 笑起来阳光灿烂 内心非常沉着冷静 深受广大灌篮迷的喜爱 它毫无疑问是灌篮高手中画龙点睛的一笔 黄金配角之仙道章 人气指数五颗星 哇 仙道好帅哦 大喜别再欺人大喜 好吧 今天第二个上马来的事 黄金配角之心柔柔 甜心格格是一部国产104G的 古装宫廷风少女题材动画片 看名字就知道主角是一位格格了 不过我们的榜单既然是黄金配角 那么我们这里的主角就是思思格格的好朋友 心柔柔了 让我再看一遍 心柔柔在甜心格格中是思思格格的好朋友 爱耍小聪明 爱漂亮 爱指挥别人 但内心却非常善良 公正 重视别人怎么看自己 渴望别人的五星级赞叹 常常幻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贤妻良母 不过前面有一位活泼好动又漂亮可爱的思思格格在 心柔柔也就只能安心的做配角啦 黄金配角是心柔柔 人际指数五颗星 哇 心柔好可爱哦 嘿 兄妹你自己也不一样啊 嘿嘿 不好意思 好啦 今天的玩摸抱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导演吃饭了